為了戰流理給你全方位的好天氣 冷空氣開始 從週日開始 明天是明顯增強 北部跟東部是降溫很明顯 請大家留意一下 空旺地區下看14到15度 同時這波可能會帶來一些境外污染物 請大家多留意了 其實最近有一個很大的新聞 就是歐洲來了冷空氣 冷空氣就像是一個氣流 像這邊鬆了一個洞 衝下來 所以在整個地中海道 到非洲北部都冷起來了 這波是蠻大的一個衝擊 預計在這幾天才會結束 那亞洲其實台灣就在這個邊緣 所以都很溫暖 所以過年前大家可以稍微放心 但是就要特別注意 你看這個冷空氣哪裡衝 日本韓國這一帶 這是我們反而要擔心的 如果各位有旅遊的安排 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未來台灣就是這幾天 受到偏西北風來的冷空氣的影響 會有一些影響 因為這波是比較偏乾的 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波很快過去之後 接下來禮拜六日 又有一波又在下來 這波走得很快 那未來台灣下雨 都是以東北部為主 其他這波比較偏乾 淫風面會比較有些短暗性的陣雨 大致上天氣都不錯 所以基本上週日天氣 都是明顯降溫的 中南部比較沒有感覺 但是中南部還是要注意 空氣品質可能比較糟 請大家多留意了 以上是介入圍的360 我們明天見